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嘴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也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都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 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差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差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OK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東西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恆星 恆星韓韓國恆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貨土 planet 閒星 如果要讀得誇章些 閒星 閒路過閒 我現在是說 恆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組的三部左右 有一顆叫sharitan 是啦 這樣的行星 那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OK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十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罪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是不是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了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說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啦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女人 第二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的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的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催及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是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來到巨蟹座 無論是太陽巨蟹或者上星巨蟹 接下來這個農曆四月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有人會橫刀奪愛 殺出一個情咬金 但是不用太過擔心 不要一定是當它是你的情敵 首先記住 我現在這裡也不是全部都是說愛情 但是很多的情感關係或者利益關係 有人會走來跟你爭寵 但是再說多次 不一定橫刀奪愛 例如怎樣呢 最簡單 我當一男一女拍拖 然後男生會很關心女生 諸如此類 但是突然之間 那男生要經常去應酬一些朋友 或者他有個兄弟出了事 他要經常去把他自己的時間 精神心機去撥給那個兄弟 所以那個兄弟不是跟你橫刀奪愛 但是 Well You never know OK 但是 I mean 會分薄了你的 即是會分薄了他對你的attention 或者對你的一些幫助 或者我當 小朋友 如果 那一刻有巨蟹座的小朋友 然後接下來又有新誕生的寶寶 那就要小心 不要因為 新的寶寶 而完全分薄了 對本身已經有那個小朋友的 關愛的關顧 如果不然很容易會造成一些 兄弟姊妹之間的一些嫉妒 一些妒忌 OK 但是 衰一點的話 當然是可以說 真的有情敵 或者 我當是 可能在公司裡面 OK 會有一些新的同事 對 他很有魄力 對 然後 老闆一向很喜歡你 但是那個新同事又很有魄力 老闆更加看得重 對 又或者 就算不是看得更加重 但是新老闆又想去栽培他 一開始要去教一些 新人東西 OK 那你就會覺得 老闆好像沒有以前那麼 take care我了 對 所以 總之是任何方便的一些關係 本身你是會得到一些很好的照料 對 但是 在這個農曆四月 就會殺出一個情偶感 去分薄了 你得到的一些 一些存在感 簡而言之 對 所以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對 不要太過不開心 對 因為 要明白 原來這些東西是整定的 對嗎 那 既來之便是責案之 希望大家在這個農曆四月 是可以開心度過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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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